谁都不想做赔钱的生意 我们就来看到台湾品牌之光 宏达电它未来的走势呢 也引起了华尔街日报是大篇幅的报道 特别大家关心 HTC到底会不会走上被收购的命运呢 在这报道里面特别指出了 大陆手机业者中兴和华为 有可能出手并购 甚至就连电脑品牌联想 他都想要买宏达电 王雪红一手所建立的宏达电 有可能拱手让人吗 我们的深入报道 品牌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很专注的去维持 而且要去宣扬我们的创新理念 两个月前 宏达电大家长王雪红充满自信喊话 但市占率向流滑梯 从去年同期的11%减到6%都不到 现在市场还传出这样的杂音 美国华尔街日报这回语出惊人的说 宏达电股价腰斩来到相对低档250块 甚至已经沦为中国大陆手机厂中兴华为的收购目标 就连电脑品牌联想都想买下宏达电 假如说他们核主一家公司 或者共同投资一家公司 再来收购这个ATC 那这个老实讲 我们就不排除这种的可能性 只是市场再怎么唱衰 一心想突围的王雪红 肯定不会轻易把一手建立的手机帝国拱手让人 好消息是三星苹果最近出招似乎也有点卡卡 现在呢 iPhone 4X的厚度是0.93公分 而下一代的iPhone呢 传出采用的是内牵式面板 要让机身的厚度变更薄 但却也因此让零组件的良率亮起了红灯 原来苹果新iPhone用新面板 导致功率放大器有问题 良率恐怕追不上出货进度 就算赶上9月12号上市 恐怕也无法大量供货 而宏达电另一个对手三星 在中国大陆也蒙上血汗工厂阴影 甚至可能影响品牌形象 两大对手出货笼罩阴霾 就看王雪红能不能把握契机 重新让世界爱上HTC 东西层新闻综合报导